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石门有教节目一定以为是那间院校 其实就不是 不如Elon你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身处什么地方 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杰志策卖会的训练中心 那我们今天就是访问这个足球培训计划的一些同学和教练 我面前就有两位同学阿希和Dicky 你们好 Hello 那另外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前港队国脚 就是现在这个培训计划的教练高尼路 Chris 你好 Hello Hello 首先我想跟了两位同学聊天 其实一直在香港我们经常都说成绩很重要的 读书很重要的 一定要升大学了 然后可能就找份好工 但是其实在体育的发展或者做运动员这件事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想都不要想的 或者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没有出路的 这件事不行的 其实但是你们以我认知 其实董之英一直在学界都是一间 就是足球学界都是一间 都挺有成绩的学校 你们其实由读这间学校 去到再参加杰志这个计划 其实你们整个感受是怎样的呢 我叫余永康 我今年分五的 就是十六岁 一开始我一直在杰志上踢球 是几岁开始 我十岁开始在杰志上踢球 接着到要找中学的时候 就有点困难 因为读书成绩 其实自己不是那么好 知道有董之英这间中学 可以读书 也可以踢球 有这个计划 又有这么好的教练 还有现在还有石门 揭指中心 这么高质素的场地 可以帮助我培养到 做一个职业足球员 我现在踢球的梦想 都是想在香港的 顶级超级联赛中 可以踢到 的其实你现在是中五 董之英也读了五年 又在训练 应该都是五年 一直都参加 其实当中你有些什么 可能深刻的事情 上年踢过 学界足球资金赛 全港球学校一起 争取冠军 我们都很 一个星期练三虎 的情况之下 可以得到一个 精彩冠军 这个对我来说 都是很深刻的 都是经过一个 黑苦的训练 跟着 跟队友 也都见到很多 默契 然后可以得到一些 成绩 很多时候都是一些 很深刻的事情 又问一下阿契 你又为什么会 加入这个计划 是不是跟Ducky 都差不多 本身自己都是想做足球员的 希望透过这个计划 这样帮助自己 希望有助于做职业足球员 是不是跟Ducky 一样都是中午的呢 是的 同一班 哦 你就是由小到大 还是 嗯 我想我们是 小学已经懂的 我这些真是生死予共的战友 真的战友 还有我想问一下 因为始终董之英这间中学 跟我们外面其他 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学 或者叫做 就是有点不同 有没有说接触到一些同学仔 或者一些朋友的 就是你听到他们上学的模式 或者怎么样 就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或者你听下去觉得 嗯 我们这里 这个挺好玩的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呢 你自己的感觉 那我这些队友 有很多都在读那些 传统名校啊 不遂啊 成语室 英文书院那些 那他们都说 他们的读书压力都很大 可能一个礼拜 很多试试啊 那些 其实都挺辛苦 不过我们 我跟你说 就是说董之英 就没那么辛苦了 可以又可以练习 比赛 和一帮朋友在那边踢球 那我跟你说 我们很开心 但是我想 你们学校都不会 给你们真的不读书的 其实是不是 那个安排上面 就是你的感觉 你都读了五年 是不是都会 有多大的配合 和你们的足球训练 有多大的配合呢 都很大的 因为有时候 我们可能 要结智 或者香港队 出外比赛 那有些时间 就不能回学 那回到来的日子 有多年 就不会出去练习 那会留在学校 那会跟进回之前的学业 就是功课那些 那我想 既然是一间 和港超联的 都算斑霸的 球队结智 合作的学校 那在这个安排上面 亦都一定是有 花了很多心思 那我们有可能 问一下教练问题 就是 现在你们的教练 就是都在这个 香港的联赛 踢了很多 联络的高利路 以他都 看来都知道 我们准备要问他 Hi Chris 其实作为教练 你怎么看这个 足球训练计划 和计划里面的学生呢 就是 这个计划 是不是对他们 都很有帮助呢 Yes I think so I mean You know The kids actually they got to get extra hours to play football in a very nice environment here with us and this program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as a footballer 那刚刚 Chris 就说了 就说 这里的学生 他们就 有很多的时间 都会接触到足球 那个地方 就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and I would like to ask Chris Kris 我想说 同学他们每个星期 训练时间有多少 通常你会跟他们 做些什么训练 来帮他们 就是练习 这样的 Well actually We have different groups so But they come here three times a week Basically We focus on the technical side That's our aim here Chris 主要是说到 其实 每个星期 有三节的训练 也有不同的年龄 的组别 主要在这里的训练 都是一些 跟技术有关的训练 都可以提升到 他们的实力 那 聊到这里 就有一个问题 真的很想问 Chris 和同学 Chris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其实 懂不懂 广东话的呢 没有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是很基本的 有几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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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理解 他除了一些 足球相关的 用语 术语之外 他就不太懂 广东话 我们常常在坊间 就会说 香港的学生 英文不好 然后又少用英文和人沟通 这个计划 是不是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 给一些学生 和一些外籍的教练 可以用英文和人沟通 其实都对他们的英文有帮助 是的 当然 而我也是 我认为我的韩東语 当然 孩子们通常都可以理解 因为 足球的语言 是很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交易 好 Chris也说 其实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同学 英文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也会比他学广东话 但是 其实足球我们常常说 是一种国际语言 很多时候 沟通也有很多 自己的职员会帮忙 可以做到翻译 但是 同学的角度 其实 都真是一个 如果要跟家人 或者要跟外面的其他人 说 其实 我们这里 或者做运动员 就未必真是 好像以前所说的 波牛 什么都不懂 你想想 教练也是外籍人士 是不是有多些机会 可以 接触到 不同的人 不同的语言 不单是学英文 可能 又是水巴牙教练 还有水巴牙文 都可以 你读得很好的英文 是 阿希呢 你怎么看呢 是否 跟不同的人接触 眼界是会更加开阔呢 是的 那我们 那我们 有时 会代表 杰志 出道 外国 比赛 跟其他 世界各地球队交流 那我们 都学了他们的 文化 语言 很多很多 或者说 可能在传统的中学 例如我做例子 我以前的学校 可能 常常见到一两个外籍老师 可能教一两堂 英文堂 就算了 但在这里 环境可能不一样 你从中一开始 整天都会跟着一个 应该很多数都是外籍的 一些教练 教你们足球 起初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很害怕 死了 会不会沟通不了 搞不好 有没有这些担心 你开头的时候 开头的时候 有的 因为一小时 见到外国人 其实会不会沟通不了 其实 就不是的 他在我们 不单止是一个教练 好像一个 家人的 好像爸爸 那样的 好像朋友 可能沟通一场 而且他们本身都很友善 不会那么 那么严 但是他在我们的训练 很严 但是这些东西就 好奇 是啊 那Chris 他来香港的时候 我想我们两个还没出生 他应该接触的香港人 应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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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都很熟悉香港人的文化 语言 所有的 所以其实沟通 我想不是很大问题 这些真是很好的 其中一个文化交流 除了足球的训练之外 也都真的可以给到 同学可以打开眼界 就是我们其实都 在之前的节目都经常说 如果要学英文 最重要的方法就是用 就是 教掌经常都是这样 是啊 所以 这个也是绝对一个好的 除了学足球之外 也是一个好的部分 我觉得 我们休息一会儿 广告回来 继续和两位同学 和教练高尼鲁聊聊天 进一步海阔天空 雨时并进 主持 江维峰 陈兆康 欢迎回来 雨时并进的时间 继续有我 Elon 陈兆康 和江维峰 我们面前 继续有 截至职业足球培训计划的 两位同学 Dicky 和Hei 和教练高尼鲁 Chris Hello 刚才那次 就谈了很多 你们可能近年 或者之前的一些感受 和发展 但是 参加这个培训计划 我相信 两位同学 都应该是 未来都想 做职业足球员 是不是都有这个想法 除了这个培训计划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做过 去装备自己 当然了 自己的梦想 就很想成为 职业足球员 另一方面 我也想兼顾读书 学校其实也有些计划 帮我们升大学 或者踢完球之后 我们也可以找其他工作 踢球也是我的兴趣 从小到小已经很喜欢 到现在很喜欢 我也是想做一个职业足球员 虽然进大学 我也想 但是我看能不能兼顾到 现在学校的计划 可以让我们这样做 而且这些计划 都是这家学校才有的 其他传统的学校就没有 参加了这个计划 是不是真的对你们 成为职业足球员 甚至乎 比如好像你们所说 一边成为足球员 一边可以兼顾到学业 这个目标 或者这两个目标 那个帮助 是不是也很大 因为你们也是中五 即将来很快 又可能要考DSC 等等 其實學校唯有幫助我們在學業方面 他們都請了很多外面的老師幫你補習 足球方面呢 如果是否有參加這個計劃 在這間學校和結節有合作 有一些交流 相比如果我沒有進入這間學校 可能在足球的發展上 我亦都沒有那麼容易可以去到現在的 即是沒有那麼容易達到自己的夢想 是否都是這樣 那當然啦 我們學校一個星期就三課練習 比起一般的學校 其實他們可能一個星期只有一課 或者一課都沒有 他們的足球技術未必夠我們高 我們有三課的練習 很足夠可以提升我們的足球技術 幫助我們成為這個招作員 聽到剛才兩位都有提過 你其實未來都想繼續做足球員 但是其實你們進入了這間學校 可能整個模式又不一樣 一個星期有三次練習的機會 跟外面真的有些不同 但是有沒有說 父母方面呢 對你們未來想做足球員的這個目標 這個理想 那些什麼看法 他們有沒有說支持你 還是 都讓我進入這間學校 預料了 他們有沒有跟你說過 談過這個問題 都有的 其實一開始 家庭人 父母都是 都想你入大學讀書 出來做個好人 或者出來找工作 其實沒想過我會踢球的 但我自己本身 讀書真的不是很好 但我又很喜歡踢球 知道這間學校有這樣的計劃 一開始家庭人都是想讓我試試 但現在開始長大 對踢球就真的不是玩一下 真的認真的 而且又可以讀大學 又能吃到球 最重要都是 家庭人都很支持我 繼續在足球發展 阿希呢 其實家庭人 就給我很大的自由度 我也跟他們說過 自己就希望做職業足球員 這也是我的夢想 他們就很支持我 父母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我想 有一個這麼好的配套 對於父母會放心 讓子女去走這條路 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可能一會就問一下 結智的職員 看看其實整個計劃 怎樣可以做得這麼好 最後首先都想問教練Chris 那你來了香港這麼多年 有踢過頂級聯賽這麼多年 其實你怎麼看現在香港的足球發展 尤其是年輕人 一些年輕球員的發展 Well 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I think here what we are doing here You know now they have those facilities here You know Jockey Club Kichi Center I think that's a big step for us 高聯同當然說 是可以有更多的進步空間 但是其實現在 譬如建設中心這裡 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也有好的教練 又有好的一些專業的訓練 其實對同學的一些足球訓練來講 是很有幫助的 Chris 我們經常看電視都會見到 很多外國人踢球 但是其實你覺得香港的年輕足球員 他們的水平又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機會 在更加高水平的聯賽裡面蠟燭呢 Yes of course they can As I say in the future Of course they can Football is always about the base Now about the youth I think if you see Hong Kong 10 years ago and now I think now is better 那問到高尼盧 他覺得 其實現在的香港的年輕球員 在未來有沒有機會 可能是一些外國更高級別的 或者一些比賽裡面蠟燭呢 他就覺得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尤其是 對比起10年前 其實現在的水平 因為多了很多訓練 譬如竹種等等 都有不同的支持的時候 那個技術等等 那個能力其實都是有提升 我們其實都覺得 希望香港的足球 都一直可以發展 尤其是有這麼好的場地 有這麼多有心的同學 其實就 沒有理由浪費了他的 那現在在兩位同學和教練旁邊 當然都繼續要抓住 這個潔志的教育項目經理 Nio 去問清楚 究竟整個 職業足球培訓計劃是怎樣的 其實 為何當初會有這個計劃 以及這個計劃 其實現在是不是都很多人支持 嗯 地你好 其實這個計劃 為何當初會發生的呢 其實主要是 在2001年發生的 先說一下 已經是今年在運動第六個年頭 第六、第七年這樣 那其實當然多人支持的 其實學生的數目都多 那除了是 結智和董智英的合作之外 那教育局本身都批准了這個program 由2010年開始 批准了董智英學校 在這個科額外 剛剛Kris也有提及 每個星期有六小時的 額外的訓練時間 就是說是教育局 它是都可以給這個 訓練的課程的 一些訓練的時間 都叫做 所謂的正規的課程的範圍裡面 它會不會說 可以給你們 有些科額我們不教了 還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會的 其實會在一些科目中 抽到出來的時間 其實當然主科 也會去繼續進行 在一些特定的科目中 會抽到 剛剛也有說過 每星期六個小時的時間 去訓練 那我也想問一下 這個地方 可以提供到什麼 即有沒有發展給同學 當然除了學業之外 足球方面 會不會有些什麼 發展 或者有些什麼 學院的一些接駁 銜接 提供給同學的呢 其實結支由六歲至十八歲 都有不同的 program 去提供給同學生 小朋友 那我們結支那個學院 結支足球學院 由六歲至十二歲 跟著之後 我們會有我們的梯隊 青年軍梯隊 那除了這些課程之外 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叫做 有一個叫做小學足球課程 那就是其實 open to整個香港 那就讓學校可以自己作篩 選擇十五個人 每星期來到兩次 那很恆常地去練習 那又結支提供場地 教練 甚至乎是三副文 這樣裝備給他們 來到練習 完全免費的這個課程 我想有頂級聯賽的球會支持 對於年輕人去參與這個計劃 運動 以致未來去移一個職業的身份 去晉升這個 你可以叫做項目 或者這個項目 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都想問 其實有這個場地結支 這個場地 是不是對整個計劃 都有很大的幫助呢 當然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其實香港除了有場地之外 其實以前這個program 沒有Center之前 即是賽馬會結支中心之前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要去不同的球場做訓練 有了這個地方之後 其實訓練是舒服了很多的 同學可以拿多了時間去做訓練 那其實球場 除了給到這個program的同學之外 那當然也都會給到 其他不同的人士用到 所以我覺得對香港足球 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有幫助 這個球場 我想說我看到的時候 都真的想下去踢球 我小時候都有參加過 一些中學的足球隊 當然很渣 但是通常那些 有很多泥的地方 這個地方真的很美 我相信真的會對於這個學生 去更加投入 或者他有更好的訓練 是很有幫助的 今天謝謝兩位同學 教練Chris和Nio 我繼續想說的傷 無論每個對手超識多擴張 不怕決傷 要用雙腿創造我理想 無論進無論推 無論打過領先都不必放張 只供再追攻 決心奮力逃強 對方我難自我 或是破網哨 只聲吹走風雙 在我領土 九十分鐘裡盡量狂張 通過空球直上 流入過月 你穿起那麼虛的傷 立刻放上心意 衝勁做能量 或是流汗 流向觀眾食女 這次輸 瞭不要流眼淚 我那天 龍門前衛留下紀念 回望共你一起 闖進對方的局局 今年鋼杖上发烊 终有若营路挡上 两棍里立场 随他花老墙 两句子一样 细打开新一张 一股伤伤伤伤 无论每个对手超习过破仗 一把月伤 要勇伤退创造 我理想 无论进无论推 无论打过 你舌头不别放强 只管在着 用决心分力更强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